拼多多股价周四大涨8.66% 市值是达到391亿美元 超越百度成为了中国第五大互联网上市公司 首先想去问一下我们这个风不停 你是拼多多的用户吗 目前来说我并不是他们的用户 不是他们的用户 那你是怎么样就看待这样一家公司的呢 拼多多对我来说 我最早听过的话 好像引导用户去帮用户砍价 通过这种手段来给用户提供一些比较优惠的商品 并且通过这种手段去让自己的用户得到更多的裂变增长 所以我感觉这种模式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第二点 网上也有很多消息说拼多多的话 也是有那种假货或者说一些饰品 所以我总体来说 我感觉这家公司的一些服务或者说以利的模式 没有太吸引到你 对对 拼多多可能更加专注于一个下沉市场 做一个社交电商的方式 然后有些人会对这种方式会有一些这个抵触了 那么对于这个拼多多大厂的原因 接下来还是想去问一下我们的张老师 包括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呢 好的 那刚才呢 风布丁同学讲的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 我们讲这个既然看这个公司的一个投资呢 我觉得这个投资者呢 相对来说他的我们讲宽容性对吧 会更多一点 他觉得有些问题呢 在一些企业出生的知识啊 肯定会有 包括刚才提到一些质量问题对吧 产品质量问题 或者说一些假货问题 那么只要他加强这个监管 其实未来的成长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那至于我们讲未来的情况呢 需要我们讲更多的一些环境做个验证 那另一方面说明什么呢 说明整个消费板块还是存在非常大种机会 所以呢 从这个我们讲管中亏报当中就发现了 对吧 拼多多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的 刚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广告语 对吧 三亿人都在用拼多多 那中国人口呢有14亿 所以呢 其实如果随着一定的普及 甚至说呢 像这个我们讲风布丁同学 都啊 都开始用上这个拼多多了 那相对来说呢 我觉得他股价呢 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上扬 所以我觉得总体而言呢 从这次个股当中折射出什么呢 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不能放的 对吧 你看着这些消费股一直在涨 其实呢 是背后有充足这个道理在里面的 好吗 嗯 好 感谢张老师 也是帮大家从这样一个方面 帮他分享到了 这个拼多多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话题 最后也是想去请问一下 我们各位这个投资者 那么对于拼多多的再次逆行 你会看好他的未来吗 有任何想法 也可以在下方发表您的观点 感谢观看